我結婚前要很好命 連荷包蛋我也不會額剪了 結婚後一時 師兄做生意失敗 再年初讓人家堵送到那個 堵送到那個那時就開始很苦 每一天都要這樣 老闆一直做一直做 這樣做來時 有時候也太多年 十塊也沒有吃飯 教導 後來我到那個資深的師姐家幫佣 有一天師姐叫我當會員 我當下我想說 我自己就欠人救一個 我又救這個白人 那個師姐就說 翠龍你要有布施 你才會有德 還會改悖你的命運 他那一句話好像觸動了 我的那個心理 結果我就一個月薪七百塊 薪差不多三十幾年有了 有十九年那時候 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 都到王師兄那邊做環保 那邊有很多老菩薩 我都想說 我幫老菩薩加一點菜這樣子 所以說我會煮一些菜去加菜一下 大家都很高興 好 好 辣椒 辣椒 忍吉 心靈的友情 心靈的友情 謝謝 感谢观看